我的意思呢 我们小学还要想把它发展得更好一点 对孩子的教育的观念上 是会有一些差距 可能刚开始 那我们道场里的这个最主要的理念 就是我们来说还是个理念的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做教育是做什么呢 要从心上做 我们要是从教育上讲 你看孔子也讲道 是道了再有德 缺德了以后才讲仁 没仁呢再讲义 没有义呢就讲理 没了理呢那就讲法 法制 法都制不下去了 那就是靠武力跟兵 就是天下大乱 就是说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的 最后不行就打了 就罚了 就是法律的呢 就是说法律还是惩罚 就是说法律一餐不吃饭 这就是法律 你干了坏事 罚你一餐不吃饭 那叫法律 如果这个 这个吃饭的这个罚的 还不够严实严厉的话 再严的就是打了 就是武力了 那这个武呢是最差的 那我们的教育呢 就是说 重点是在什么呢 重点是在这个 这个人和义上 小孩子嘛 你想道德太高了 境界 我们说德义教育 当然这个德 还是在这个人和义 就是说要给孩子们 灌输一个仁义的一个概念 最起码要讲义气 能有一个义 有一个良心嘛 再其次的话 就是说 当然这个礼 礼 也得交 过去的人也礼貌 但是这个礼 这个和这个法 礼和法呢 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仁义呢 这个礼法就是一个形式 就是个表面工作 就像中国人表面上 合掌啊 微笑 你好 其实心里面都互相的 没有这种仁义 那就是变成了一种 这叫形式教育了 那就是失去了 我们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们呢 把重点 当然我们的重点是仁义教育 人和义 特别是这个 没有人也有义也行 一个人的过去的人 黑社会还讲个义呢 如果义都没有了 那就 那个人就 就是光剩下这个礼节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人就是太虚伪 是吧 就变得很虚伪 这样交出来的孩子 就很虚假 是吧 这表面上都给你 就是给你工作 很好 家长好 但是他内心很自私 很自我 是吧 然后呢 没有爱心 这样的孩子 就不是我们想交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重点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 面面俱到 我们也希望孩子的礼貌 是弟子规 这个弟子规 事实上是人意的一种 在人意的基础上 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该做事 什么是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是它是 它是有基础的 它有人和义的教育 有了人意的教育 再来实现这些东西 是很容易 它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吧 这样做的理由 是你有 这个前面的教育到位了 那么那个时候 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礼貌 比如说老师好啊 对回去感恩父母啊 对社会有责任感 很热爱的 帮助别人呢 去奉献啊 这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一种 就是被迫的 不是一种表面的 老师说叫要 在付出的时候 是一种随大流 或者是 勉勉强强的 是吧 去做一些善事 长大了以后 这就没有用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理念呢 是这个理念 所以说呢 但是呢 我们在实现这个理念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可能 可能在形式上呢 可能就会 比起别的学校来说 可能会差一点 为什么呢 别的学校 它可能非常注重 外在的这个礼貌 教育啊 对吧 还有读书背多少啊 对不对 背的低多 对吧 然后加上 考试成绩好 对吧 然后很有礼貌 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呢 这个有更好 但是我们首先要建立在 人意的基础上 有了孩子们 要有爱心 真正的爱心 教育出来的好孩子 那么这样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 他干什么 他都是好人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他发自内心的 其实是懂得感恩 懂得孝顺父母 懂得去尊敬别人 对吧 这些礼貌啊 是发自自然而然的 发出来 这是我们的理念 我们跟别的地方的理念 就是说表面看上去 可能我们做的 不如别的学校 形式上做的那么 那么整集啊 那么有礼貌啊 说的课读的多好啊 但事实上 我们教育出来的 让孩子们 这个东西是无形 我想 我这个 这种想法 你肯定是认同的 对不对 大家首先 在这个基础上 认同了以后 那有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 有侧重点 对吧 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 让孩子在这个 能力方面 就是说 做到更好的教育 可能在礼仪方面 或者形式方面 可能会稍微的 差一点 但是呢 我们尽量地 也把它做好 那是更好的 就是我更完美的嘛 但是我就想呢 要做得更完美一点 现在我们的学校呢 就是要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 不像原来一样 就是太简单了 就是一个班主 学校里面 你要有个什么呢 以后我们要弄 有个校长 然后班主任 然后辅导员 三个人 来合起来做 这样的话呢 才能把这个 要办好办大 然后把这个理念 灌射好 各副气责 就是校长的工作 是监督你们 来实现这个理念 你班主任还是 主要是管教 管教教学这一块 在弄一个辅导员 主要是在生活中 生活中 要不注重生活 生活不是干活 那么简单 生活 就是说生活中 培养他的那种善念 那就是很多游戏 代表黑白游戏 你就把所有的孩子 聚在一块 然后把这个黑白游戏 的规则告诉他 让他们也好好地 做一次黑白游戏 小孩子 对这个游戏 非常喜欢做 做完了以后 他又会受教育了 这个黑白游戏 做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 只有利益别人 自己才能受益 你看 他一下子受教育了 他永远都 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其实说 生活中的教育 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孩子们 就会受一个 非常好的教育 所以说我们要 生活中搞一些游戏 讲一些故事 孩子们天天上完了 下课了 孩子们围着一块 辅导员 今天跟你们讲 一个什么故事 就像他路上 跟我汇报 他也是想办学 他说他对五六岁的孩子 早上起来讲一些 佛陀的行菩萨道的故事 但是他不讲是佛陀 他是讲一个某某人 或者一个修行人 讲个什么神仙 然后孩子们很专注 他刚起床的时候 他就跟他们讲一个故事 那孩子们就特别地 感动 都感动着哭 然后还会去关心 这个孩子以后的去向 或者未来 所以说 这孩子们 就在这个生活中 去教育他们 那起床了 我们再聚在一块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辅导员 然后讲完故事 我们就开始吃扫饭 或者是下了课 其实不能让他们 就说 那个不能用 要生活中 点点滴滴地去 看那个孩子 是不是发自内心地 去帮助别的同学 是吧 去 有爱心 不是说 那个教出来都没有用 要是自发的 这样才是成立 这个教育 我们就是成功 那个孩子 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 不要老师教 不要家长教 他自动地 去复兴爱心的时候 我相信家长 都会被感动 那个时候 不是教出来的 不是说在现场 在课堂上 孩子们 老师这么教 下了课就不知道 怎么做了 回家就更不知道 怎么做了 这时候我们就 失败了教育 我们这种教育 我们是圣贤教育 教育出来 孩子要一样 道理做 以后就是圣贤 对不对 从小你觉得 有爱心 就像有懂英国 不要把英国 一直在讲英国 而是讲故事 讲故事 那个故事 那么包含了 英国的道理 孩子们一听完 又感动 他又把这个 英国的理念 你每天都要 讲英国故事 但是不能把英国 两个字带出来 讲一个故事 每天都要 故事会 每天都要讲 对孩子们的教育 就是说 要在生活中 你们 我相信你们 都肯定做得到 有爱心 就是说 你们用你们的爱心 来行动 去感化 感化孩子 更重要 还要跟他们讲故事 孩子们其实是 很喜欢听 那种 释迦摩尼佛大传 那种故事 还是讲的 比较神仙 神话故事 但是带有一点点神话 但是又跟现实 又不脱节的 那种故事 孩子们是最爱听的 然后来教育他们 多用英国的故事 来教育他们 然后培养他们那种英国的 深深的那种英国观念 然后生活当中 他自然的去奉行 这样子是人意的 就是英国观念 是贯重在里面 不需要讲 天天讲 你们要相信英国 这样的教育就没有意义了 那是教教主义 光讲 我们就是把那个 英国的 放在故事里面 让他们 把孩子们 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受到这个 英国的教育 这个做人 应该是人意道德 人意的教育 这个人意 就是 让他们变得善良 然后知道善有善报 就是说 每天都要灌输这些东西 让孩子们 走出去的孩子 他会 别的家长 看到了这个孩子 他都肯定会想 把孩子送来 都会有这样 你们要教 孩子教成这样 就成功了 看到一些孩子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会很自觉 很主动的 不要老是提醒的 他会在生活当中 去怎么样的知道 去帮助别人奉献 去关心别人 变得很有责任 其实孩子们 是可以教 完全可以做到的 五六岁的孩子 都可以做到的 更不要说这么大的 小孩子是最好教的 因为小孩子听话 不像女人 是会讲 讲一年两年的 装过来 孩子们 真的 孩子们教 真的是 一个故事 可能他就记住了 他就会 用到生活中去 孩子们是 是很单纯的 他们很好教 我们大量不好教 我们的观念太多 气息太多 在生活当中 有孩子 要有人带着 不能让他们像 就是盖点活 那么简单 或者放野马一样 生活当中 让他们变得有情趣 就像代表你们 给他们开白游戏 你们就会在 课余的时候 今天我们给你们 搞个游戏活动 大家很开心 大家不知道 是做教育 你们跟他讲 今天不是做教育 是搞个游戏 在游戏结束了以后 你也不要 再总结一下 让孩子们 不要感觉到 我们是今天 是在上课 而是在做游戏 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就受益了 这样的感觉 你下了课 肯定是做游戏 如果你跟孩子们说 今天我们还要上课 做个什么什么样的 那孩子就有点 可能会 他就不会那么高兴 因为课本来就挺多的 又上课 上什么课 你要是讲游戏 他就肯定了 所以说我们就说 多一点这样 游戏的活动 然后生活中的多一点 你讲故事 你也不要在上课上 给他们 把讲大道理 而是就是把那些故事 讲完了就拉倒了 他们自己就会去 在生活当中 给他们讲 上课的时候 主要就是背书 上课就是把圣贤的书 要背一背 然后就是字要认识 你本身是字要认识 然后圣贤的书 多背一背 上课主要是背书 下课就是多一点 那样的活动 那个活动就是 大家围在一块 讲故事 把那个课堂的气氛换掉 不要这样子上 你把它走 而是有一种 有一种游戏的那种 讲故事 故事会的那种感觉 不是在上课 让孩子们感觉到 大家是在 一种轻松的心情 听你讲故事 然后生活当中 你要给他们 一种游戏的 很多的游戏 你都可以借过来用 你不一定要天天弄 但是一个星期 或者是就弄一个游戏 或者是三天 一个星期弄两个 孩子们都在的时候 趁着孩子们最 就是说身体 状态最好的时候 给他们 安排这么一个活动 今天让大家开心一下 这个游戏呢 既开心 然后又让大家 受到很好的教育 就是孩子们要 欲教娱乐 就是把这个娱乐的方式 教育 孩子们就好像 又是在生活 又是在受教育 这是最好的一种教育 这个就是上课跟生活 就是没有脱戒 这就不脱戒了 他们就会无形当中 在生活当中 他就会把这些东西 用到生活当中去 让孩子们 就是说 星灯其实也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就是让你去 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让你亲自己体验 而不是光是我师父 是说教 你看有些人 我说教了半年 还不如让他去体验一下 他可能还进步挺快 当然了 我这个说教也是有用的 说完了教以后 他才去体验 他就体验到 师父说的 等于有用 那如果 都没有这个说教 那光是去做一个游戏 他体验又不省 就是这个 讲呢 讲课也是有 让我们就能上课 然后 结合 所以说 我觉得 至少得有三个老师来负责 都有这个责任性 都是觉得 就是说 你最好 至少对你这一块 你要很有责任 然后今天这个录音呢 就是说 他们没听到 没关系 到时候把它 播出来 叫所有的老师 都要听一下 然后 以后新的老师来了 不要让他 学一学 听 以前我也讲过 那个以前 那个应该也还在吧 以前我讲的东西 就新来的老师 都应该看一下 那些东西 我们这个 整个 你看我每次来 我讲的东西 都是很重要的 虽然不多 上次讲 大家上次 叫大家团结 上次的口号是什么 目标是这个团结 是吧 就是这个 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这个老师们 平常也要在一起 有些时候 也要开一开生活会 就是把师傅的这个理念 还有大家在一起 也要 安慰的这个 坐一坐 是吧 就是谈一谈 我们应该 哪个地方还不够团结的 有什么融洒的地方 是吧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大家可以 就是开一个生活会 大家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互相谈一下 这个意见 就是学校的发展 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 是吧 要开会 你不能不开会的 一个星期 我至少 半个月 就要开一次会 所有的老师在一起 要开一次会 不开会 那么行 开会 就像我们出家人 半个月要开一次会 是吧 该忏悔的 哪里做的不够的 检讨一下你自己 或者学校哪个地方 需要完善的 都是校长的 我们就在 是吧 主持一下 哪个地方 是吧 你是监督啊 监督他们完善 这个 完善师傅的这个 哪个地方还需要 做的可能这样 做可能会更好一些 不是说否定 你原来做的 就是说你这样做 也不错 但是在做 哪个地方再补充一下 可能就会更完善了 就是这样 我们都不断的完善了 就是说 我们从80分 做到85分 做到90分 然后我们也不可能 做到四圈 四美 做不到 但是我们能做到 八九十分 就算是很完美 是吧 那也许我们现在可能 做的是刚及格 六七十分 六七十分 你说不行也行 是吧 行好像是觉得还缺点 好像还需要提高提高 我们说的时候 跟做的真的 其实是 有些时候有差距 做到了 真正是要不起 做的 尽量的把它做好 说的 说的再好听 没有用 做到 做到 这个人 是吧 严心举止 就是当然说 刚开始 可能你 确实 有些时候你心中 没有那么好 但是 至少这个 行为 礼节上 是吧 要先做 说到位 然后呢 这个东西 这个 当然理念不一样 我们觉得孩子们 还是要让它更天真一点 就是从心里去教育 心灵上 不要给他们太多的 那种形式上的一种理解 他们也理解不了 为什么要这样 是吧 他理解不了你这种 那种强迫的约束 而是需要 心灵上的一种引导 如果我们心灵上 心灵上引导得好 那孩子们 你一点 他就 啊 为什么要这样 师傅 老师为什么叫 我们要被这个 地之规 为什么要这样 他都要讲个理由 就是说 以后你跟他们讲 地之规 你也得把道理给他 讲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 这样做 为什么对自己 对别人都有益处 对社会有益处 道理 孩子们不傻的 但是这个 这个大道理 讲多了也不行 就讲一点 给孩子们 还是更多的 是讲故事 在生活当中 当然你们 我相信 我们的学校 一长处 就跟其他学校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老师 说实话 那都说实话 道德水平 那绝对是 比其他学校强的 是吧 因为我们自己的 德语是肯定是 比其他一般的老师 他们还是比较注重 这个 是吧 就是说形式上 他要赚钱 他还是比较看重钱 我们的老师都是 都不是为了钱来的 是吧 名利都是很淡的 都是非常淡薄的 所以我们都是为了 真心的想奉献 所以说我相信 我们都能 这一点 我们是我们绝对的优势 你看 都是来奉献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一点 我们其他的学校 是比不上 虽然他们在形式上 也许比我们做的 好像硬件好一点 有课备的多一点 但是他教授的孩子 不一定是真正的 我们这种教育 能培养大 应该说培养出 大人物 圣贤 因为圣贤 小时候也是不受约束的 你给我告诉你 他们是要 是不是 真正的圣贤 小时候都是调皮捣蛋 不受约束 但是他 但是他心里面 他懂得道义 把那个道德叫 我管 耶稣当然 普通的孩子 还是需要一定的 这个礼仪上的调理 是吧 这个还是需要 你必须 你必须要照样 这样做 这是一种 人和义的 一种外在体现 礼貌 礼解 人和人之间 讲个礼貌 尊重老人 是吧 尊重老师 其实说如果 如果他对你老师 真的觉得你很好 你很伟大 他都发自内心的 会尊重你 像我们小时候 也是这样 如果哪个老师 教得很好 是吧 又很爱孩子 那孩子们对他 就是特别的尊重 甚至终生都会去看他 记得他 那有些老师 是教得很好 学生机好 很多人 老师们不喜欢 你也不 从心里面不尊重 表面上尊重你 心里不尊重你 因为你这是做得不好 所以说尊重是 孩子们 你对他好 他是知道的 他发自内心的 爱你 尊重你 尊重还是在建立 在爱的基础 是什么 他对老师有爱 敬爱 对吧 然后他自然就会尊重你 这种尊重是真正 真正的尊重 对不对 就像我们孝顺父母 那孝顺父母 你要真正的孝顺父母 你不需要人家讲 讲父母 你发自内心的 你对父母好 别人看不到 是那种 你对父母好的那种 你自己心里明白 是不是 只有你父母心里明白 还有你明白 可能你的兄弟 还有亲戚朋友 都不一定明白 那种孝 这对他的好 他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那种感受不到 你想我自己出家了 我也很常年 不在父母身边 但是我自己的父母 他是明白的 他也知道 三个孩子 我们就 我弟弟还年年 我弟弟就在他身边 几十年了 都跟着他一起生活 但是我父母还知道 我最孝顺 他知道 这个都不用说 他们心里特别明显 这个东西 我不一定在他身边 但是他最 他觉得 我对他们是最关心的 最孝顺他们 这种教育 这种东西 就是你要做到位 你的心 那个心的 那个心到位 他们是能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做什么 都要用心去做 孩子也是一样 你对孩子那种 真心的那种 那种慈悲心 慈爱心 那孩子 他就会真正的尊重 敬重 这样的敬重 我们说 这个敬重老师 对老师的敬重 那是发起内心 这样的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个地质规 那就真正的实现 是吧 我们地质规是 实现这样的地质规 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知道你对地质规 听说你是比较重视 但是我们要实现到这个位置 这个那么 非常好 那就是真正的落实的地质规 你们有什么要讲 就是说 嗯 对 没上课下课 他也就是说 现在最好的教育 就是深恒教育 比如说 有一个唱片的奏组 对日本的一个作家 他小时候 任何学校都不收 然后他到了那个 那个校长办 那时候就去 然后这个校长 他就每年办一些训练会 然后他学校里有一个 有一个残疾孩子 他这个训练会 跟任何学校都不一样 他设计的项目 就是让这个孩子 让这个残疾孩子获胜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作家 他成年以后 他终于迎来 校长的苦心 就是当时就是 他给这个残疾孩子 建立了一种 极大的自信 就是成就了这个孩子 但是其他孩子 也受到教育 就是通过 就您刚才说的 这个游戏 这就是游戏 他通过这种模式 对 就这个校长 他特别怀念 他一辈子怀念人生 对啊 你看 这种教育多好 就是这样的 一辈子都怀念 他这个校长 让他永远都嫉妒 这个教育 这个教育者 对他 就是说 对他一生的影响 深远 就是我们要 做这样的导师 让孩子们永远 记住你 对他的教育 他一生都就 记住 对他的教育 有铭记在心 其实我们作为师傅 我们出家人 也是一样 我给你们的东西 就是你一辈子 你就 你都修不完 你扣意慢慢修 慢慢修 但是影响 就是触动你的心灵 然后慢慢地 去奉行 我相信你们 这一点 都可以 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别的学校的老师 是做不到的 他没有那么大 那么大的 那么那样的精神 他还凝固不到 这么一点 他可能更注重的是 工资高不高 是吧 硬件是不是 调好 是吧 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条件不错 是吧 名声大不大 他可能一般都会去 多多少少好 都会去在意这些东西 是不是 那你只要一点都不在 我们就是 你看我们没有了 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要做好了 我相信孩子们就会真正的来 我们现在还说实话 我还是觉得有欠缺 一个人搞不过来 得有一个领导班子 三个人一上 才有个领导班 是吧 然后大家商量了 然后一个 每个半个月 开一次会 必须要开一次 没有什么事都要开一个会 开一个会 简单说一下 然后我们在哪个地方 还要去完成 你呢 你就可以 你觉得什么好的东西 你就可以提供给他们去做 代表我们说游戏啊 或者是故事啊 你可以这样 你看到了 或者你碰到了 觉得好的东西 你可以提供给他们去做 上课和下课 不要就是搞得分得那么 太轻 对吧 就是说 那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也不要太 好像就是 哎呀呀 他们不要被管傻了 就是 人是这样的 人一紧张 他就傻了 他就没放松 没放松 他就听不到好东西 他那个好东西 进不去了 是不是 这个孩子 人要在轻松 然后专注的状况下 才能学到东西 你把他管得傻傻的 跟那个犯人一样的 然后他就学到的东西 就是非常表面表皮的东西 他学不到这东西 这孩子们一定要让他很轻松 是吧 像我师父讲课就是这样 我不会太严肃 而还开开玩笑 让你们记住 让你们在很轻松的环境下 学习过法 是吧 这样的话 你觉得才容易记住 就是 哪怕打瞌睡 也有瞌睡醒的时候 说不定就 听到 就受益了 你要是让孩子们 管得他们很紧张 很叛逆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孩子 以后长大了 他首先就学会说谎 因为 因为 根据孩子们 还是要因才失教 他 他完全都做不到 要求太严了 他一下做不到 他不就说谎 他就开始要说谎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 他做不到 老师要求都做不到 你就开始打瞌睡 是吧 那我们中国的孩子 都喜欢打瞌睡 因为老师的 还家长要求都很高 孩子们都一般都做不到 这就会学会打瞌睡 说假话 慢慢地去习惯 那就是背后一套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那样教育出来的孩子 都对这个社会 就是内预处处 真的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们 要真诚 是吧 不要 要真实 尽量地让他 真天真的那一面 不要教着那种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孩子们聪明得很 狡猾得很 我们知道的 那才不傻呢 别小看他们 他们一点都不傻 他们不傻 他们聪明得很 虽然有些大人的事情 他不懂 但是他一点都不傻 那好 先讲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